看4月8號的台式五間新聞 我是張寧 開始要帶你關心道 花蓮縣封冰箱 在上午7點多 發生了一起重大的車會意外 台11縣47.7公里處 有一輛客運跟休旅車 發生了差狀 客運翻落溪谷 車上包含司機總共是有6個人 當中的5個人受到了輕重傷 緊急送醫 另外呢 還有一名乘客的傷勢 太過嚴重 宣告不治 而根據了解 休旅車駕駛 一次為了要轉進露營區 跨越了雙黃線 造成客運司機閃避不及 才會釀成這起悲劇 休旅車跨越雙黃線 客運閃避不及直接撞上 衝擊力道讓客運直接噴飛 撞開虎欄翻覆溪谷當中 早上7點半了 發生失措 它是怎樣 兩步車 然後它翻下去 時間是7點半了 花蓮峰冰箱8號早上7點40分 一輛休旅車疑似想要 轉彎進對象的露營區 便跨越雙黃線左轉 導致客運閃避不及 發生擦撞 直接翻落溪谷 客運車上共6人 無人輕重傷 一個人失去生命跡象 送以後人宣告不治 休旅車上的兩人 駕駛沒受傷 乘客則受到輕傷 周旅你們是幾個人來往 據了解 休旅車上的兩人 和另外一台車 共7名朋友 來露營區露營 疑似沒有注意到 對象車才會發生擦撞 客運車門扭曲 變形車窗破裂 導致搜救難度增加 乘客一度受困車內 前往的時候 有兩名自動從那個後車廂 然後司機是卡在司機座 我們用那個繩索把它拉上來 另外一個是掉在那個橋下 客運上其中一人還被拋出車外 警察費了一番力氣 最後在藍沙坝找到傷者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詳細的事故原因和責任歸屬 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接著陳津彥 華聯報道